张子怡出道以来有过多人男友,但始终没能走入婚姻殿堂 而这次与汪峰的恋情,即使有不少人唱衰,但两人的发展居然空前顺利 近日,有网友居然发现张子怡现身长沙抹婚纱店选过婚纱,莫非与汪峰好事将近 虽然对于张子怡试婚纱的消息,当时人双方并未给出准确回应 但汪峰在早期演唱会上的言论,似乎越发坐视两人好事将近的传闻 当晚,在演唱完《当我想你的时候》,全场疯狂大喊张子怡的名字,让汪峰忍不住微笑 他感谢全场观众称,我听到四万人给我们的祝福,我也希望他能听见 他回想公布恋情后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也不免感慨 一年多以前,那时候听到这个声音时的心情和现在心里的滋味太不一样 谢谢这么多人给我们的祝福 夜市的新闻中心,上海报道